我們上禮拜介紹到石科 然後進入到了私事石科 這地方趕緊在學習一下 好 石科根據它的反應種類可以分為物理石科 跟化水石科 對分為physical etching跟chemical etching 那通常物理石科通常是像磁酷季的 它通常是非等象性石科 那化學石科通常是一般都是等象性的 一般都是等象性的 那它還有一個叫做反應式離子石科 那這個呢 它是結合同時有五家化學 這個後面會介紹到 然後呢 然後呢 又再根據石科的原材料 你可以分為私事石科 跟乾式石科 乾式石科用的就是七 私事石科用的就是你 而我們上禮拜已經介紹到 在私事石科當中 第一個石科的材料叫做二氧化系 而二氧化系用的 私事石科是什麼呢 是青頭酸 但可以稀釋 或者是什麼呢 或者是 佛化埃 在是 下HF 也可以石石 只是前面叫做 妳要有 build 而我們上禮拜的最後介紹的 第二個材料 就是 丹今 vat 丹 male 丹到 配套 而單機系的時刻用的是什麼呢 是KOH再加上C3H8 O再加上水 這是上次介紹到的 而單機的這個時刻有方向性 它的100的H-ray 所以基本上會遠大於111的面 所以半導體時刻下去之後 它是呈現一個Dimortage的形狀 它是會形成有密 不同的面 111的面十顆的塊 111十顆的滿 111的面十顆的滿 這是上個比較難 然後接著下一個材料是什麼呢 我們下一個材料是Nitron 淡化系Nitron Nitron時刻用的是什麼呢 用熱磷酸 基本上都用高濃度的熱磷酸 就是蠢度很高的磷酸 磷酸加熱到180度 然後呢 它就可以食喝掉蛋化系Nitron 而用磷酸呢 去對其他的材料做選擇 你會發現到 對阿塞的選擇比 5比1到10比1 看的是你的濃度的溫度 這裡可能是20比1或33比1 這指的是什麼呢 無比1以上的意思 分5是誰 分5是Nitron 分5是Nitron 分5是Rs 也就是說 10顆1nm的Rs的時間 可以10顆5nm的Nitron 选择比越大越好 10颗10奈米的Nitrite 只会10颗R3一奈米 或是10颗一奈米的Ziton 要说我如果今天我的Nitrite 是在Ziton上面 我在10颗完Nitrite之后 会碰到Ziton 而Ziton的选择比高达20比1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用同样的时间 去10颗Nitrite 每10颗20nm 这个条件去10颗Ziton Ziton只会有 1Nitrite 10颗掉了 所以这选择比很好 代表什么呢 磷酸 热磷酸主要是吃Nitrite 很快 吃Ziton很慢 吃R3也慢 但是Ziton最慢 R3大约是5比1的选择比 就是吃Nitrite的速度 或是吃R3速度的5倍到10倍 吃Nitrite的速度 比上吃R3的速度 是5比1或10比1 吃Nitrite的速度 比上Ziton的速度 就是20比1或33比1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说 现在有Nitrite Nitrite用的是热磷酸 所以这里要再多一个Nitrite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 基本上10颗SiO2的 靠的就是寒佛的容易 HF或者是BOE 然后呢 吃Nitrite 靠的是什么呢 热磷酸 要加热 你不加热就吃很慢喔 要加热 要加热 然后呢 这个呢 可惜是 然后呢 吃丹筋细 使用KOH加上CC HF 加热 这样 所以在施食时刻里面最常用的容易就是磷酸 HF 或BOE Nitrite碰爆热磷酸 会分解成磷酸系 磷酸系可以溶解于水 以及吸射出氨气 氨气也可以溶解于水 所以这样 而前段的Nitrite 一开始的速度在那里 做Shadow Church Isolation的时候 就会有Nitrite 要做原件与原件之间的隔绝 Isolation Shadow Church Isolation的时候 会有这个Nitrite 这个Nitrite的问题是干嘛呢 为了阻挡CNP这样磨的时候 CNP磨的阻挡层 这样才不会伤到C表面 而成长Nitrite Nitrite的硬币又很强 所以在叠Nitrite之前呢 会先成长一层薄的Asa 舒缓硬币 然后再沉进Nitrite 然后呢 再把绝缘 要做成Isolation区域 Nitrite的Nitrite 跟阿才吃掉 然后呢 再利用 H 这里就可以有 Sinic的H 但一般这里通常是Dry H Dry H部分之后再胃疼 基本上不会是纯胃 一般都是Dry加胃疼 然后接着 直接接着呢 是CVD的阿才 抹抹抹抹抹 专家里能忌 mirror 但我現在介紹的是單晶系的時刻是KOH加C3HA O加H2O 接著去做金屬 早期的時代 基底電路早期在製作的時候 最常所使用的金屬就是鋁 因為鋁的溶裂很低 鋁只要500多度 就會變成鋁的熱蒸氣 就很容易蒸氣變成鋁的鍍膜 你只要把金屬條 金屬的鋁條 放在加熱線圈上面 那加熱線圈 通電流發熱之後 鋁就會溶解 變成鋁蒸氣 鋁蒸氣 揮發到金屬條面上面 就會沉積成鋁 鋁要怎麼適時時刻呢 鋁的適時刻 零消除加水 零酸醋酸加酵酸加水 很容易 基本上室溫就會開始時刻了 那一般會加熱到四五十度 但是時刻提高 時刻速率 而它時刻的精緻靠的是 利用硝酸 利用硝化去氧化成氧化鋁 再用磷酸去石刻氧化鋁 所以我把這邊寫一下 金屬鋁 由於 鋁鋁的石刻 零消除 所以接下來 零酸加酵酸加醜酸 加水 零酸醋 零酸加 乳酸是吸溶 是吸溶鋁 吸溶液 所以磷酸是百分之八十 一般就叫做鋁石刻印 鋁石刻印 5% 硝酸是5% 水是10% 所以磷酸為主 因為是 磷加硝酸後會變成氧化磷 然後再加上其他磷酸 然後氧化磷 再加磷酸後會融進 會變成磷酸磷 所以 早期金屬最長的告示 雲 早期金屬最長的告示 那雲的話 用的是磷酸磷酸加醋 磷酸加醋 去石刻 室溫就可以石刻了 但比較慢 所以一般會加溫到四五十度 微溫的情況 那 還有什麼金屬呢 鑷跟碳 鑷跟碳 是在VSI發展在中期的時候 為了降低金屬連接線到半導體表面的時候 金屬跟半導體接面 叫金半接面 金半接面 金半接面擔心的是什麼呢 不同的材料一直接面的時候 中間會有個載柱 會有個材料在轉換的區域 這個區域呢 早期怕是金屬鋁 直接碰到錫表面 或者碰到錫表面的時候 怕接觸不好 怕接觸不好 於是怎麼辦呢 為了降低content電阻 或者是降低串鈴電阻 我們就會先將 細的表面先給金屬化 這個我們在介紹快速熱水 或熱處理的時候 介紹過一部分是什麼呢 先讓施力可能的表面 先跟金屬形成金屬細挖 就可以降低表面的電阻 而且金屬細挖就算是一種金屬了 然後接著後續 度金屬下來做管路的時候呢 那這時候形成的就是金屬跟金屬的 接面 導體面導體的接面 而不再是金屬跟半導體的接面 這樣的話 接觸電阻會降低 接觸電阻會降低 而為了跟MOSFET的GET Sauce Drain 形成金屬細化物 主要根據發展過程 主要為三種金屬 最早一開始用Ti Ti Ti Ti就是很加熱 它已經變成細化炭 後來改用Coco Cou Cou 形成細化物 而現在全部都使用 蜜 蜜蜜 細化鈴 所以現在基本上都使用蜜 東西用蜜 而他們的製程是怎樣呢 MOSFET做好了之後 GET的C control出來 Sauce Drain的C control出來之後呢 整個金屬表面 鍍上一層蜜金屬 而蜜金屬呢 就會直接全面的疊上去 然後加熱 送去快速加熱會火 再400度C 一個30秒會火呢 蜜跟半導體 你知道多金屬或者是單金屬呢 就形成金屬細化物 而跟阿傘絕緣層呢 它不會反應 所以被絕緣層包住的地方 就不會被反應 而金屬細化物形成完之後呢 就想要將表面這些剩餘的金屬給 石荷亮整面剝除 那就會用什麼呢 就會用SDN 硬酸加酸氧酸 我們前面在清史的時候講過 硬酸加酸氧酸是一個非常強烈的 金屬石刻的東西 絕大量多的金屬都會怕硬酸加酸氧酸的SPL 在食物程式裡面 我們常有的金屬當中 唯一不怕硬酸的就只有碳 鐵 只有碳不怕硬酸 其他所有的金屬 包含前面講的鋁都怕清楚 所以鋁怕清楚 會不會拿這個去石刻鋁 不會 因為這拿去石刻鋁就是整個鋁都不見 但是鋁是我們要留下來做連接線的 我可以消失 而鋁呢是 細化鋁不容易不會被硬酸給洗掉 所以它洗掉的時候多出來沒有反應 剩下的鋁可以被剝掉 剝掉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刺層當中 這種金屬細化鋁的形成是7-9的 自我對折 它沒有用到任何的圖案化製成 它就是整片都點鋁 整片一個退火之後 凡是有施力能露出來的地方 跟鋁長一接觸就會形成細化鋁 而沒有露出來的地方呢 就不會形成細化鋁 所以我一根剝出就整片的剝出 不需要有銅光製成 它跟鋁不一樣 你如果要做金屬引接線你就需要這樣 在石刻的時候你要圖案化 圖案化就會上光阻 可是光阻怕硬酸 光阻會怕硬酸 所以石刻鋁絕對不會用硬酸 因為石刻鋁的時候一定會有光阻 不要拿圖案化 但是石刻鋁的時候不需要圖案化 它是整片剝除的 整片剝除金屬的話可以使用硬酸 所以第二關是下 使用NICOLE整面剝除 使用的就是硬酸 不只硬酸 碳也可以 菇也可以 它的剝除是什麼呢 硬酸加蒜耳酸 用硬酸加蒜耳酸 就可以去除整面剝除 它用的是什麼呢 你會看到 它是先將涅跟酸耳水氧化 變成氧化涅 氧化涅加硬酸 變成什麼呢 硬酸涅 變成硬酸涅 硬酸涅是可以溶解在水溶液裡面的 涅跟酸耳水形成氧化涅 氧化涅再碰到硬酸變成硬酸涅 硬酸涅是只可以溶解水溶液裡面的 所以 食用硬酸涅基本上它可以吃掉膩 也可以吃掉鈦 如果沒有就是鈦之氧化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半導體石刻來講 我們最常看到的石刻的材料 絕緣成就是阿塞奶酸 半導體就是細 金屬就是鋁 鈦 鈦 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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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酸加硝酸加水 磷酸加磁酸加水 石科念的是用硫酸加酸的水 這些是石子石科 常見的石子石科 也主要就只有這些 石子石科講完之後要進入到甘石石科 也就是用氣態化學容力 打到 電漿槍裡面 形成電漿 而電漿呢 有兩個東西,電漿的產物三種濃狀 一個是分解磁酸 產生自由基,一個是離子化磁酸 產生離子 還有一個是incitation 發光 而其中呢,離子可以造成離子 磁酸基,離子磁酸基就是這種 物理磁酸基石科 那產生的自由基跟磁酸基 可以產生化學性石科 這樣子,所以 電漿呢,因為電漿裡面有離子 離子因為會有翹層電位 所以本身就會產生自我離子磁酸基 所以離子磁酸基 所以離子磁酸基 本身可以不理性的移除磁酸 萬一它的力量不夠 到我移除 移除材料呢,不夠到 那它至少可以把表面的原子化學 鍵給打斷掉 就是我的力量不夠到 把你整個材料撞移出去 但至少可以把你的間結線打斷 間結打斷,你有不完美間結的時候呢 你的化學活性就會變強 當你的間結沒有形成完成的間結的時候呢 它的化學活性就變強 那它可以靠後續的自由基 去跟前面這些 斷掉的化學件產生化學反應 可以加速石科的化學傳統 而電降石科本身是一個非等向性石科 這次的是離子磁酸基的部分 離子磁酸基才讓它有了非等向性石科 如果今天你沒有任何的離子磁酸基 你純粹只是靠自由基的話 那它就是等向性石科 那就是等向性石科 所以非等向性石科 是因為含有離子磁酸基 如果電降石科 完全不包含任何離子磁酸基 它就併服飾非等向性石科 這個地方要注意到 所以兩個相比 濕石石科 濕石石科 濕石石科要用到很多化學溶力 所以化學藥品使用得高 濕石石科用的是氣體 氣體的容量比較少一點 所以化學物品用得少 而濕石石科 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是等向性的 它是等向性的 那因為濕石石科 基本上都靠化學環境 所以它石科疏離很快 而且很容易找到濕石科 容易達到高選擇離的結果 而且它的設備低廉 因為它只需要有稍微的可憐 但是 乾式石科 乾式石科 它比較不會側向石科 所以它的石頭會很漂亮 所以橫向石科長度就很小 因為它是非等向性 石科比較強 反而它的化學環境才會是等向性 就是Rating才是等向性 只要是離子同級的都是非等向性 那石科速率呢 可以控制 就看你的Power 你的Power越強 你產生離子的輸入 跟數量就會越多 撞得出來的自有機也會多 那選擇你要去調整 你要去調整 那機台呢 就比較貴一點 因為你需要買一個牆皮來產生電章 化學融合照 有燒杯跟融合就可以了 就這樣 那乾式石科呢 比較多的是片一片的石科 一片石科 再放些陸外片去做石科 濕石石科 濕石科常常是怎樣呢 就一整瓶下去泡 因為它是泡化學融合 所以它是批量的去濕石做化學 所以 除非是整片的玻璃 整片不玻璃的玻璃 才會用濕石石科 否則只要是浮漢化的石科 都是使用濕石石科 所以在其一件都知道 只要是浮漢化的石科 都是使用乾式石科 而乾式石科 也沒有要承造電章 又回到我們前一起來的章節最重要的部分 什麼要電章 電章 電章為一種帶有等量 正面和與負面和的離子化氣 裡面有離子有電子 還有中性的原子跟分子所促成 其中中性的原子分子帶大多數 真的有帶電的其實不到1% 之前講過 梨花率其實不到1% 高低是電章 低落低到2% 而電章中的 離子化碰撞 產生離子 激發松弛碰撞發光 分解碰撞是產生自由氣 是產生自由氣 而我們這個章節講的是石科 考試的時候也考過 石科的槍底跟趁機的槍底都不夠 石科的槍底呢 第一個 它要能夠產生離子洪擊的話 它的面積會比較小 第二個 它是石科 副產比較容易 跑得出來吧 壓力會比較低 而壓力比較低 電章又比較難形成 所以又要總的加石廠 要加力氣壓或ICT 產生高重度的電章 所以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 為了離子洪擊 它的電極的面積是不對稱的 因為它想要利用比較高的製片壓 獲得離子洪擊 氣壓會比較低 跟趁機骨末比起來 氣壓會比較低 而氣壓比較低呢 電章就比較難形成 所以又要再加上磁場 加上ICT 或加上力氣壓 才能夠產生高力度 電章 那前面講過 石科根據機制 可以分為物理石科 化學石科 以及這兩個加起來的 反應式離子石科 Rein-Active-I-N-H 從化學石科很容易理解 就是拿化學容易 或化學氣體 它實現很強 它的化學石科 靠的是化學反應 所以它沒有方向性 所以它只要一碰到 就會發生反應 碰到就會發生反應 碰到就會發生反應 所以像自由機 沒有電荷 所以它不會受到電章的攻擊 所以它是等向性石科 純化學石科 是等向性石科 純物理石科 基本上靠的是離子轟擊 所以它等向性很好 那與Active-I-N-H 靠的就是跟大家講的 我先用離子去轟 把間接打斷掉後 被彼此轟擊到的地方 它的間接是不完整 不完美 所以它化學活性比較強 後續的自由機一進來 就會跟自由機反 反而是側臂的地方 因為物理轟擊是從上到下轟 它側臂轟擊的就是少 所以側臂跟外面間接也比較少 所以自由機來的時候 它側臂的石科速率就會比較慢 所以 反應是離子石科 它的速率 它的方向性是好的 它的方向是好的 而速率又比純物理轟擊壞 這樣子 所以 純物理轟擊最常使用的氣體就是牙氣 因為牙氣是惰性氣體 它產生出來的粒子 比較不容易跟別人反應 而且牙氣 煙質水煙質量就比較大 比較重 用來衝擊最好 就像大爆風球一樣 一直撞進去 撞進去出去 一直去消材料 消除材料 那 純化學生抽包含的是 還有電漿的 Ready或者自由機的石科 而電漿裡面當中 我先講過 只要形成電漿就會有物理轟擊 只有一種電漿就會有物理轟擊 是什麼 遠距電漿 remote 之前講過 我產生的電漿是在一個牆壁 但是 我的石科物體不放在這個牆壁 放在另一個牆壁 而 remote 又靠了什麼 產生電漿後 用氣體把裡面的自由機吹出來 吹到反應的牆壁裡面 而反應的牆壁裡面 就是靠自由機反應 又來做什麼呢 做 掐體的清潔 或是朴墨整個朴墨的播出 像是光組 光組需要的石科是整面性的 它不是圖案性 它是整面性的播出 它就不需要有方向性 不需要有物理石科 它就純化學石科就夠了 所以 像光組石科用到的 就在純粹的化學石科 純自由機石科 那使用白粒子 硬直石科的硬物面是什麼呢 你會看到 今天假設我有一個材料 就是西洋的表面 我想要利用你硬直去石科 我的粒子有什麼呢 我的電架裡面有 你會有純的阿甘粒子 你有純的什麼呢 佛化仙氣體 使用佛化仙氣體的話呢 基本上 它主要靠的就是什麼 靠的是佛粒子的自由機 佛的自由機可以產生石科作用 那如果是阿甘就純物理空機 那你這裡可以看到 我在石科晶圓表面的細原子的時候 我純用盤佛的氣體 佛化仙 它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佛的自由機出來跟斯力克的反應 變成SIF-4的氣體 那我也可以靠什麼呢 純粹是用阿甘 打成阿甘就一直去物理攻擊 把斯力克的進點撞斷 然後就把原子撞出來 把原子給移除 就是移除鋪墨 石科數率也很滿 完全是石科數率 而石科數率最高的是什麼呢 兩個混在一起使用 我既有攻擊表面的斯力鐵被打爛 被打爛的斯力克就化學活性更強 就很容易用佛的自由機 它的反應速度可以更壞 因為你的靜體被打爛的時候 你的反應速度就會變強 反應速度就會變壞 你的化學活力會變強 所以石科數率差非常多 可以差的佔近10倍以上 所以現在最好的石科辦法 乾式石科使用的都是RI 你要找對化學氣體 再配上多性氣體 形成RI 石科數率又快選擇只有好 不是選擇比較好 輪郭又好 垂直是熱輪郭又好 選擇比不見得好 不要看它底層是什麼材料 你看吧 你這裡使用的是火 所以你用來使得是 那如果下面有 阿塞 阿塞不會怕佛 阿塞會怕佛嗎 那一橋會怕佛嗎 那一橋會怕佛嗎 那一橋也怕佛嗎 韓系的東西都會怕佛嗎 因為系跟佛 系跟佛就產生變成 合化系的氣體分子了 那好處是什麼呢 我有物名轟擊 被轟擊到的地方才容易適合 沒有被轟擊到的地方 不容易被適合 所以呢 RI的垂直輪廓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但速度又會比單一的物理石刻還要快很多 這是純物理石刻 這是部分 這是大部分的化學石刻 這裡就是物理加化學石刻 速度會非常的快 非常好 所以這裡就是散重表示 好 純的化學石刻 選擇B好 純的物理石刻選擇DNX 因為我都是充擊嘛 我關機是什麼東西 我藍的就殺一個 藍的就殺一雙 不管是什麼材料 都是充擊它 所以它沒有什麼選擇 它專靠的就是亞離子充擊 亞離子充擊 亞離子充擊 好 那 反應式離子時刻的優點是什麼呢 反應式離子時刻 第一個時刻的終點 可以用靠光學的測定 因為你的副產物經過我們電漿的激發松子風狀 可以發出副產物獨有的光柱 可以判斷說這個副產物是什麼 還在市區產生 好 那選擇你還可以接受 那10顆速度就比較快 它比物理10顆好 物理10顆速度會比較慢 那電漿10顆原理呢 跟物貨成績10顆原理很像 差別在於說反應出來的產物是氣體而已 好 一樣 電漿裡面產生的自由基 這個自由基會擴散到晶原表面 而 電漿裡面的離子也會向晶原表面做風機 產生離子風機 產生的離子風機呢 會讓物貨表面的原子間接打斷 打斷之後呢 化學活性就很強 自由基的在跑到晶原表面 新的晶原表面在移動的時候呢 跟化學活性搶的表面就會產生化學反應 產生化學反應新生副產物 副產物就是氣體的話 它會托付 會托付離開晶原表面 並且回到這裡面 電漿的 電漿的區域裡面 回到電漿的區域裡面呢 就可以藉由 激發生殖控狀來判斷 是否這個反應有在進行 因為它可以發出 這個副產物有的光出來 多的需要出來 然後呢 再被低壓給 低氣壓給抽掉 被綁給抽去掉 所以它不說什麼呢 電漿會產生 自由基的離子風機 離子風機會風 自由基會擴散到表面 擴散到表面之後 會吸附在表面 然後去做移動 在移動的過程中 只要發生 容易反應的部分 也就是被風機到的地方 就容易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之後 新的副產物 副產物呢 一般是要存氣體 才會是洗的 那氣灘就會脫負在前面的表面 回到電漿裡面 回到電漿裡面呢 又會產生 碰撞 產生激發中止碰撞 來判斷 這個副產物是否 就是我們在洗喝的東西 來判斷洗喝重點 然後呢 藉在那邊這個氣流 帶離開 副產物會帶離開 這就是完整的乾式食喝的流程 步驟 所以 所以RIE 凡是離子食喝的目的就是什麼 你使用離子去轟激表面造成的損傷 這個損傷是非等相性的 因為你是靠離子轟激造成的損傷 所以側臂沒有損傷 如果你的離子吃得轟下來的話 側臂的損傷就很少 除非它打下來之後 反響到側臂 撞到側臂 才造成側臂有一點點的損傷 但是這個損傷應該會比較微弱 垂直面的損傷會比較強 損傷 所以 臨時轟激產生損傷之後 自由性再來去跟受損的不完美間際 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 形成會揮發副產物之後 再揮發開 進入表面 這就是整個石核的步驟 離子轟激產生損傷 產生的損傷化學活性下 再跟後續的自由基 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形成的氣力化的副產物 離開表面 就是把材料從表面移除 這就是一個石核的過程 那在石核的過程中呢 會發生一些主導機制 什麼叫主導機制 離子在轟擊的時候 如果有這圖案的畫石核 圖案畫石核呢 不想被轟掉的地方 不想被死的地方 就會有光主保護住 而光主被光主保護住的部分呢 離子還是會轟擊他嗎 只是他被光主保護住了 代表離子轟到的是誰 轟到的是光主 而不是下營的材料 因為光主是一個保護傘 但是光主本身會被轟擊 而轟擊掉的時候呢 部分的光主會被轟擊打掉 打掉這名稱叫劍度 18人 如果離子轟擊打掉材料 材料從來被打出來 這個部分叫劍度 他會把部分的光主呢 劍度出來進入到哪裡 進入到台灣的 你在挖的洞裡面 而追到挖的洞裡面呢 這個光主會沉浸在側壁表面 而側壁表面就會形成一個保護傘 這保護傘就會阻止側壁的石刻 那他可以有助於圖案化的石刻 簡單的說就像這樣子 原本光主設成立體在這裡 立體在這裡 而離子在峰擊的時候呢 邊角的地方呢 到達角度很大 到達角度高於270度 到達到270度 離子在峰擊的時候 邊邊角的地方會被削掉了 削掉的離子呢會到哪裡 離子在峰擊的時候 邊邊角角的光主會被削下來 削掉到哪裡 到這裡 到這裡之後呢 後續的離子 又會把它往兩側的地方 兩側撞 你的光主掉到這裡 後面離在峰擊 你會再往兩邊彈射 所以會吸附在哪裡 吸附在邊緣的地方 在側面的地方 因為側面比較少會有離子洪擊 離子洪擊 離子洪擊主要是向下洪擊 所以側面就被這個光主保護住 使得後續呢 在往下時刻的時候 部分往側臂彈的時候 部分的離子往側臂彈的時候 還有這層光主保護這個側臂 保護這個側臂 所以呢 這個光主很容易就附著在那裡 形成一個聚合物 Polymer 形成了Polymer的聚合物 所以使得最後呢 在10顆完成之後 因為這個保護膜 使得10顆主要都發生在這個坑洞裡面 在往下10顆 側臂就會不容易10顆 因為側臂有被打下來的光主 然後又再被鑑渡到 側臂上的光主 給保護住 所以10顆就會這樣吃下去 只是最後在光主播出的時候呢 這一層 Polymer的聚合物呢 就要額外使用 S-C-1 Ammonia加酸水加水 就可以10顆量 來去掉這個Polymer 聚合物 所以保護阻擋機制呢 會產生搶鏈專門聚合物 這個聚合物呢 對於圖案發的角度來講是好的 它可以保護側臂比較少被10顆到 甚至你就算有自由機進來 原本自由機看到旁邊的黑色原子的時候 它會在這次的反應 可是現在被風阻保護住了 側臂已經被打下來風阻保護之後 自由機就不太容易跟側臂反應 所以這個主擋機制 可以讓你的圖案更能俏 就是側向時刻會更少 側向時刻會更少 所以 反應式離子時刻 基本上它有兩種 它的離子化過程有兩種 你會看到 反應式離子時刻呢 它介於物理時刻跟化學時刻之間 純物理時刻 主要靠的是離子風景 靠的就是見度 把材料給見度出來 打出來 把原子從材料表面給打出來 什麼步驟叫見度 它這種純物理時刻 速度慢 選擇比較差 因為它不是差別的風景嘛 什麼材料都大 那化學時刻呢 它不是靠離子風景 那基本上呢 純化學時刻就是化學反應 純化學反應式 但它的方向性就有不一樣 因為純化學就是冷降性時刻 而介於中間的 百分之離子時刻靠的是什麼 離子風景的時候有兩種機制 損傷機制是什麼呢 就是要被轟擊到的地方呢 它的原子打爛掉 晶格強速打爛掉 間接打斷 間接打斷 間接打斷之後呢 化學投機很強 後續的自由氣再去拉反應 化學速度就會壞 而側面的地方呢 比較少會被打到 所以它可以做圖案化行為 但是呢 側面的地方呢 它又會有所謂的主擋機是什麼呢 在錘子風的時候呢 在圖案的兩側有光阻的地方 光阻可以被部分的消 建築出來 而建築出來的光阻呢 容易怎樣呢 又被建築到 石刻突然的兩側 石刻突然兩側呢 就會形成 聚合物的磨墨 這層聚合物的磨墨呢 可以保護受到 被聚合物磨墨包住的地方呢 就比較不會受到 後續的自由氣去反應 所以它就可以完全的阻斷 側向石刻 所以它可以達到非常好的 非等形態性的石刻 這就是反應式的石刻 那它們常常用在哪裡呢 用在兩化物、淡化物、多金系、半導體、金屬 縮穿的就是全部 絕圓層 不外物就是兩化物、淡化物 半導體、不外物、淡定性、多金系、金屬石刻 講完之後你會發現它講硬化物 所有的材料都可以 所有的材料全都可以用螞蟻 只要你是圖形化石刻 你需要有漂亮的圖案的話 請使用反應式的石刻 It's best 它是最好的 它是最好的 那要只要它可以達到損傷機制 主要靠的是重磨墨器 主管的機制呢 是輕微的磨墨器 這個樣子是乘戶的差 那 電漿石刻呢 前面講過 這種統式的石刻系統 是怎樣的 這裡是R號 這是R號 它在這裡產生 這個地方產生電漿 然後這裡的電漿呢 在往裡面做自由基的擴散 跟利用翹層電回去做攻擊 通常吧 不會用正式的統式的 不會這樣 一般都是單片式的 不會是混同式的 所以現在 基本上沒有這種 Berror的形式 基本上都是單片式的 一片一片 除非是什麼呢 除非是remote or plasma 像這種 比如說要去除光主 我一次可以去除很多片 使得是這樣呢 光主怕什麼呢 光主怕癢 光主是碳氫化物 碳氫化物裡面混到癢 就會發生 碳氧化物 跟氫氧化物 所以呢 電漿在這邊產生 離子風擊 就會發生在電漿產生的地方 而這裡會產生 會癢的自由基 你在用自身清理 把癢的自由基 吹出來 那這個清理 就只會有癢的自由基 那它就會發生 等向性的時刻 反正你要做的是正面的播出 不是圖案化的時刻的話 你就不用remote or plasma 就不用這種 不過絕大部分 其實是用在光主區域 也絕少同時可以進很多片 基本上都還是一片一片啊 一片一片啊 大部分就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摘卡 一次就是放一片進去 在電漿產機裡面做時刻 而在電漿產機裡面呢 再展開在這裡 這裡就會產生 翹層變威 它會產生什麼呢 離死攻擊 並且會有自由基 往下來做化學石的 這是很基本的 這些都在電漿的章記 以此介紹過 那也有的是這種強力 就是一次多片 它其實就是把這 原本是一個單片的 把它變成什麼呢 變成一個柱狀木 變柱狀 變成什麼呢 這裡是上電機 而機板這邊是下電機 然後電漿就是黃色這個 黃色這個就是產生的電漿 所以這裡就會有什麼 整個翹層電位 它會吸附 這整個桶裝的電漿 都做離子攻擊 以及自由基統過來吸附它 好 那這個 就比較昂貴 為什麼 它的體積大 面積大 它要產生的電漿 要產生這麼多 這個反而不好控制 反而不好控制 而且如果用這種話 你就擔心均勻度 怎樣的均勻度 放在這邊的這一片 跟放在這邊的這一片 跟放在最下面的這一片 它們時刻速率 要完全一樣才能夠這樣子用 因為在時刻 不管是讀過時刻 或讀過的成績 我們最K的就是均勻度 你不能告訴我說 我做了10片 激素片比較好 激素片比較好 激素片比較不好 不可以 我必須是不差點 大家都要差不多 所以很少會使用多片的信號 基本上是單片 單片單片 前面講過 如果是電漿的話 為了增加它的電漿強度 就會使用什麼呢 使用磁場 使用磁場 可以讓它旋轉 產生更多的電漿 那這些基本上都是在 電漿那段的製程裡面 已經介紹過 這邊都會介紹 為了在低氣壓 電漿型格的氣壓 會比電漿產生氣壓更低 而在更低的氣壓之下 越有越難產生電漿 就知道靠什麼呢 靠使用ICT 或者是ECR 這是ICT 右邊是ECR 來產生更高濃度的電漿出來 這些都在前面的章節 已經有介紹過 那時刻終點靠的就是前面講過 靠的是 你反應出來的副產物 一本是用物理銅劑狀出來的 一本是化學反應 形成的副產物出來的 只要是副產物 它回到電漿箱裡面 它就會被電漿裡面的電子產生 激發收拾撲撞 其他副產物就會發出 副產物獨有的光露出來 我們就是偵測光露來判斷 到底這個時刻完成了沒有 如果說你要神樂 伯末已經完全吃光了 那它就不會再反應出 副產物的光出來 因為副產物就會消失了 如果伯末已經會吃光的話 你就不會有 不會再產生了這個反應的副產物 副產物光露出來消失了 代表時刻結束了 大面積的材料都被吃光了 這時候要進步到什麼呢 我前面講過 Over-H 時刻會有幾個步驟嘛 第一個叫什麼 Break-through 表面不管有任何炸篩 還有什麼 不分散器的事情 全部消失掉 再來什麼呢 Main-H Main-H選擇比差 但是時刻屬於快 而最後是什麼呢 Over-H 而Main-H用什麼來當作 如果判斷的標準 要的是計時 你抓一個安全的時間 要把這個什麼的 利用發光來判斷 副產物的光源 一彈掉下來 馬上Main-H 精彩就要告訴他 Main-H要停止了 要進入到Over-H接管 所以時刻終點時開 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但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方法 看到時刻終點 比如說副產物不再產生了 氣壓力改變了 因為結果後 我的副產物會產生很多氣氧 當我產生出來氣氧變少了 那我氣壓力會變低了 那我也可以用什麼呢 用支補儀來判斷 也就是直接去增測副產物 是什麼東西這些 不過絕大部分都是使用什麼 灰光發光 也就是七八生死痛痛產 需要來光光 這個是最多人在使用的 如果你是用支補儀的話 你還必須這樣的 將副產物抽樣 你還必須把電量抽出來 再拿去做分析 分析排料氣氧裡面成分有沒有負強力 還比較麻煩 還更麻煩 還比較麻煩 就算已經知道了 已經是被災被抽出來的結果 還不如在電量裡面直接增測量化 好 以上是乾脆石殼的大致分析 接著了解乾脆石殼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介紹 各個材料的乾脆石殼 因為我們前面的一小節已經介紹完什麼呢 各個材料的實事石殼 包含什麼 捐層外屋馬賽奈川 半導體不外屋斯林痕 未來還會有九百年 那金屬呢 前面已經介紹到 會有金屬鋁 金屬鋁 金屬炭 的實事石殼 而我們剛剛介紹完乾脆石殼的精製之後呢 記得要開始介紹 這些材料的乾脆石殼 各是用什麼 氣力來做 好 這邊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